历经尘世千般苦,才知一句阿弥陀佛的珍贵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信相信阿弥陀佛意味着相信智者的觉悟常常与人感叹,狭满难得,快去净土。 所谓侠,不是单纯只有时间的闲侠,更多是只有机会,有学习解脱之道的机会,能够遇到真正理苦得乐的方法。 每个身处无侠,不得圆满,身心不自在的众生,好希望我们都能牵住阿弥陀佛的手,生到极乐世界,永不失安乐,终至大解脱。 阿弥陀佛,极乐世界,你相信它存在吗? 真正探寻佛法真谛的人都知道,苦源自于每个友情自己的烦恼欲业。 单纯靠外力的拔几并没办法根除苦痛,单靠环境的腾挪也斩断不了烦恼的侵袭。 这也正是极乐世界的殊胜之处,佛陀了知众生善业孱弱,烦恼赤圣,单靠自己的拨爬滚打,与苦痛撕癌都耗尽气力。 避论修善断过呢? 故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悲大至大雄力,为众生创造的安稳的学习环境,这并不是向外道所幻想的虚妄天国。 相信阿弥陀佛,极乐世界,意味着相信智者的觉悟,能够从一切烦恼苦痛中解脱,相信觉悟者的慈悲,愿意为众生创造解脱的顺缘,相信觉者的力量,能够运用他对因缘法则的彻底了之来创造这一方净土。 极乐世界,这个名字充满了吸引力,给每一个想从痛苦中出离的众生以安乐解脱的希望。 虽然往生净土并不代表已经彻底拔除货、业、苦的根源,但是在这样清静的环境中,有无数善有的射受,可以让每一个真心寻求解脱的人,在这里长逢圣缘,一切杂染皆不现前,而是一心一意地在觉悟的道路上前进。 院里苦得乐是所有众生的心愿。 前几日去医院,出来的时候正是冬雨撂翘,看到一位光着脚的老妇人,蹲在小饭馆门口吃馒头,她的脚板和脚背颜色相差很大,或许是很久没有穿过鞋子了,馒头或像碎屑一样粘在她的嘴边和塑料袋上,不晓得这个馒头是多少天钱的了。 想起包里还有两块饼干,掏出来递到她的手上,念了两声阿弥陀佛,看到她蜷缩在墙角下,面无表情地接过饼干,她的嘴巴如动了击下,似乎也是念了几声阿弥陀佛。 那两块饼干很甜,不晓得她多久没有吃过这样甜味的食物了。 但更开心的是阿弥陀佛的种子能够在她的心田里种下,缩薄世界实在太苦了。 苦有很多种,有生存的窘迫,有疾病的负累,有道德的困境,有情感的伤痛。 还有修行的艰难,离苦得恶事所有众生的心愿,度一切苦恶事佛法行者的初心。 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能够从痛苦中解脱,有的觉者像释迦牟尼佛这样, 在苦难的五浊恶事实现成佛,给身陷苦恼的友情致引希望,有的觉者像阿弥陀佛这样,在清净的极乐世界实现成佛,为大众创造安稳的学习环境。 在拔出种种痛苦的修行之路上,既需要有在卓士修行的经历,也需要有在净土修行的时光。 对于善业薄弱的出业行人而言,在五浊恶事,狭满难得,多有退缘,虽有悲心,力不堪能,若生净土,依托圣缘,则容易修行增上。 这样做并非是舍弃众生,而是深入学习,增强利益众生的力量。 快快发愿去极乐世界吧,常得善知识射寿,于菩提道上得不退转,必达无上道。 行,既要有卓士修行经历,也要有净土修行时光。 曾经在日本京都永观唐瞻里这尊回头阿弥陀佛圣像,在圣像前念佛发愿时,想到了那个动人的故事。 有一天清晨,永观和尚在念佛经行时,见到一尊阿弥陀佛圣像从佛坛上走了下来,并且与他一起经行。 永观和尚惊喜交加,赞叹不已,却见那尊圣像又回头凝望着自己,眼神终满是关切。 他听到阿弥陀佛对他说,永观,太慢了。 后来,这尊回头阿弥陀佛圣像就保持着这个凝望着念佛人的姿态,被供奉至今。 瞻仰这尊圣像,想到太慢了的呼唤,不禁热泪盈眶,阿弥陀佛横垂手,大悲无倦常召我,以把己众生的本愿为慈行,永远地涉受着众生。 无始劫来,你我已历经尘世千般苦,即使是今生短短的几十载。 也容易发现在苦难深重的世间,总是苦多乐少,偶有的一点点轻松快乐,则总是转瞬即逝。 若要修学断苦,更是哀叹狭满难得,为原甚句,此时方晓得,一句纳摩阿弥陀佛的珍贵。 在这恶业赤胜的末法时代,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仗众众生来说,即使下大力气,或许净土法门是唯一能够修成的法门了。 若说愿力,可叹自己空愿无力。若论业力,更具自己满目恶业。 幸而有慈悲导师的本愿之力为医护,且不可再温吞犹豫,错失良机。 要拿到极乐世界传票,时时与佛菩萨常聚一处,分享受用这无量的法喜妙味,虽不必积极圆满佛果的一切功德,却也必须积极与之相应的上根福德因缘。 正如阿弥陀佛对永观和尚关心的主父,诸佛本愿红身,我们凡夫要有慧根,还要慧根,以信愿行念佛,兼修敬业三福,乃可万善同归,与阿弥陀佛本愿相应,在茫茫苦海中,速速乘上安乐解脱的大航船。